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开票 我其实心里非常感动 因为我们不要小看我们学生 青少年 可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为全世界 还有整个台湾的命定来祷告 我觉得真的是感觉到 上帝的灵在我们当中 好不好 为自己再一次鼓励一下 为自己鼓励一下 那我今天讲的 其实跟这个很有关系 大家刚才的祷告很有关系 我们现在读这个经文好不好 我们来读这个 在以弗所书四章的经文 我们同工路的帮助我一下 往下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 往第一页 对 经文 好 预备 来 我为主被求的 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等到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声量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 飘来飘去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你不仅拯救我们 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 继续带领我们不断的改变 不断的向你 不断的突破 有你自己的生命成熟在我们当中 求你开启我们的心 明白你的真理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好 刚才那个什么 全面升级方案对不对 哇 我也要讲 在我们那个年代 最夯的就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Microsoft的 微软啦 但你们觉得现在微软怎么样 你个人电脑都已经 对不对 不行了对不对 好 你知道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 最反正就是微软 Bear Gates 全球首富 最赚钱的就是Bear Gates 你知道的意思 可是现在呢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因为有Facebook Google 这些iPhone 有没有 云端的这些上面的东西 你有没有发现 微软 本来是独霸全球 霸主 你们现在感觉到他 你现在感觉到他现在 有跟上吗 他没有跟上 他曾经也想要一度 发展那个Windows Phone 就是那个视窗的那种手机 曾经他把一个大厂 叫做Nokia买下来 你们知道 他把Nokia整个买下来 希望能够翻转 能够沿上云端 结果呢 现在还是 我感觉不够力 暗然的 好像退出电信市场 我觉得微软 现在好像 不知道有没有 新的总裁 有办法急起直追 但是他们现在面对 很大的挑战 就是他们跟不上 云端上面很多服务 你听懂我意思 所以你看现在微软 你比较 你看你现在Windows 可能到10还是到几 然后就没有什么新的发展 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那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呢 教会跟基督徒 你我基督徒 是上帝对抗这个魔鬼 邪恶的力量 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通过基督徒 透过教会 在这个撒旦仍然猖獗的时候呢 上帝是透过你我 被圣灵充满 然后把上帝的智慧 能够展现出来 在这个世代里面做见证 听懂我的意思 所以我们每个人很重要 因为都是上帝要使用的器皿 像你每天你上课下课考试 我们当中可能有些小色星 是上班下班赚钱 觉得很累对不对 很疲累 终于礼拜六放假了 礼拜天放假 可是你会不会跟你的同事都一样 同学们 你有没有感觉到你的生命基督徒 跟同学 其他同学 没有信耶稣的 会不会还是一样都压力很大 都是很沮丧 重点是 你有没有连上云端的上帝 你有没有从上帝那边 你有连上 然后呢 让你有一个新的能力 新的发现 面对你一样的功课 面对学策 面对你工作的压力 你有从上帝来的那一个power 这个很重要 连上连不上重不重要 很重要 你有没有连上 你连不上你可能就像那个微软 现在就慢慢的怎么样 可能就没有力了 就淘汰了 可是要连上云端的上帝 你就会有天上来的眼光 天上来的能力 今天这条歌要讲的就是这个 而且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这三个 等一下讲这三件事情 有时候你基督徒当很久 可能十年 五年 十年 十五年 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进步 人家一信主 怎么好像成长好快 你也想知道差别在哪里 就是有一些没有抓住 那今天我要讲的 我自己认为是很关键的 成长 长大成熟 一个很重要的三个关键要素 就是基督徒 他会一直成长 他的生命会一直成长 我觉得有三个很重要的点 如果你有抓住 真的 我现在都已经这个年纪了 我才回过头来讲这件事 你注意听这三件事情 哪三个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第一个 看到恩典的存在 第二个 以悔改为学习的动力 三 成就和好的使命 成就和好的工作使命 这三件事如果你能抓到 你基督徒的灵命 你会每年再成长 你会一直在进步 要不然你可能觉得你好像 到教会很久 活动也参加很多 该要游的比赛都参加过了 怎么好像 事情一来你还是发脾气 然后你好像感觉 好像没什么力量 跟同学 跟你的同事 你说你基督徒 察觉不大 就是我有去青虫 这样 这三件事我自己认为是一个关键的关键 这三件事 第一个是什么 恩典的旅程 这个经文我们刚读过 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 领事为人就当于蒙昭的恩 相称 相称就是天平 在天平的左边跟右边 它要平衡 所以我们行事为人 会跟什么 我得到的恩典 相称 意思就是说 我的生活 应该会随着我领受到的恩典 会不一样才对 行事为人就是walk 走路 你走路 你每天走路 应该会跟你经历到耶稣的恩典 越多 你应该表现出来的 会怎么样 会不一样才对 因为你恩典一直在经历 那我跟大家讲 但世界上不是这样子 你的同学 或说其实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你会不会觉得 这个世界就是 一直在竞争 一直在比赛 很残酷的 我小时候怎么样 小时候就是要比那个什么 绘画比赛 我爸爸就叫我去写生 参加百合公司的写生比赛 好紧张 然后之后又叫我去比乒乓球比赛 这个叫我去 我觉得打乒乓球好玩就好了 他又叫我去比乒乓球 跟社区的 或是说学校在比赛 那一场接着一场 我觉得从小就在很多的 这个考试竞争压力里面一直成长 特别同学当中 有没有学霸 遇到那种跳级的 学霸的 成绩超好的 那我就觉得 这个被比下去压力很大 这个世代就是这样 今天是什么 今天是选举日 等一下开完票 有几百万个人 会怎么样 会非常高兴地哭了 有几百万人是怎样 非常难过的挫折的也会哭了 那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代就是 好像要凭实力 要凭竞争 你会觉得 这个是一个 志强哥 我觉得是一个没有恩典的时代 这个世代就是一个 忘恩负义的世代 那我小时候你知道 我就有个这种经验 我就觉得好像 特别是我其实有一段时间 我比较远离教会 我就觉得 哇 好累哦 好像一次其中考完 放松没有多久 又要预备期末考 然后一场接着一场考 国中考完又高中考 高中考完大学考 反正就觉得好像 人生就一直考不完 那有时候清晨 我讲真的 我起来的时候会莫名其妙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就叹气 唉 我觉得很纳闷 我怎么会好像 会叹长期 我讲不出什么原因 但是就好像觉得很累 然后就好像觉得 不容易喜乐 因为就是好像 被要求一直考试 那孙岳叔叔 你有没有听过 他比较老了 而且已经被上帝接走了 他是一个演员 他在他人生最高峰的时候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他曾经追逐 世界的掌声 然后慢慢的 他追逐到后来 他觉得很 这个是一个虚空的脚步 外表让人家越羡慕的 内心的痛苦就有多深沉 这是孙岳叔叔讲的话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优克里林啊 他的歌你会听过 那这首歌你们有没有唱过 输了你赢了世界又什么 又如何对 问题是他讲的输了你是输了谁 对爱人 对对对 他就失恋就对了 那个博奎知道了 不是不是 他的输了你是说 他没有那个爱情 就是输了爱人 就是爱情 对对 他说你就算没有这个 你输了爱情 你有了世界 那又怎么样 你有了江山又如何 一直这样 赢了一切 好冷清 那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应用 不一定都是输了爱情 假设你赢了世界 比如说你成绩 非常非常的彪悍 还是你工作 钱赚了很多很多 可是如果你爆肝 到你的身体不好 这样有没有也输了很多 你爆肝 你身体 你跟同学的关系 结果都不往来 都没有朋友 很孤僻 这样是不是也输了很多 你都赢了世界 但是如果你的 你知道赢了世界 包括你们刚刚祷告的 现在地球是不是被 人类太贪婪了 所以资源都被耗费 现在地球是不是都是 生病发烧了 所以极端气候 现在很严重 对不对 所以刚刚说大火在烧 对不对 这个也是得不偿失 所以我只要跟大家 讲一件事情 就是世界上是一个 没有恩典的 忘恩负义的情况 但是人的尽头 就是神的什么 开端 我们不是有受洗礼拜吗 你有参加亚珍的 受洗礼的举手 我看看 我们好开心 我最喜欢参加教会洗礼 因为你听到很多故事 每个人的见证 我跟大家讲 当你遇见耶稣的时候 你的人生 就会从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彼此竞争 然后呢 不顾别人 只顾自己 然后非常累的 一种厌世的感觉 开始有一个什么 上帝的爱 开始介入在我们里面 阿们 当你遇见耶稣的时候 你的人生 开始有个新的元素 就是上帝与你同在 与你同行 你开始可以依靠主 走一个新的人生 用他的眼光看世界 但是我想跟你们讲一件事情 不是只有在信耶稣的那时候 受洗 从水里起来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一个 很不一样的感觉 是你 这叫得救 有救恩 每一天 要不要都经历恩典 每一天 你要不要一辈子 你要对上帝的恩典 要越感受 越什么 越深刻 你要一直有一个 更深的体验 在你信仰的日子里面 每一步 你要去这样经历 这很重要 那 其实 你如果你是问 这个亚珍 或是说 我们在座每一个人 受洗了很久 很多年 我问大家 基督徒人生会不会有困难 还是会有挫折 对不对 可是呢 上帝与我们同在 会帮助我们 经历他的恩典 满满 好 那我接着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恩典怎么去经历他 你有没有从小到大 常常听到人家 嘴边挂着 感谢主 三个字 但是我跟你讲 我听了都很 我就觉得 好像是发语词 打球都先讲个感谢主 就好像不是很 他真的有没有 真的体会到很多恩典 还是他只是习惯性 先开个头 感谢主 感谢主 你有没有发现 这样的朋友 那后来我就慢慢发现 其实真的 有一些人他们身体生病 然后呢 可是呢 他也没有说赚很多钱 可是他却有一种乐观 很喜乐的心 我开始发现周遭的人 有这样的人 那志祥哥开始要讲 我自己的见证 我这些日子越来越感受到 上帝的恩典满满 你知道 你们知道志祥哥 现在搬到一个家 对不对 上帝 天父上帝给我一个恩宠 给我一个礼物 就是一个都更的房子 大家知道吗 有些人可能知道 那在中春节那边 那 对 但这个恩典 会让志祥哥感觉到 很被天父爸爸爱 可是呢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前几个礼拜 我去IKEA之前 我正准备跟配音姐 去IKEA的时候 我在家里面 我突然有一个感觉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经文 你很难想象 好 我们先读一遍 你就知道 好吧 预备 来 大卫竟坐在耶和华的面前说 主耶和华 我是谁 我的家算什么 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 主耶和华 这在你眼中 喊看为小 又应许你仆人的家 置于久远 主耶和华 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 主耶和华 我还有何言 可以对你说呢 好 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 你行这 使仆人知道 是因你所应许的话 也是照你的心意 主耶和华 你本为大 照我们耳中听见 没有可比你的 除你以外 再没有别神 你知道 我 我因为现在住在一个新的家 我每天回去 我就觉得 很被恩宠的感觉 结果在那天 要去IKEA之前 我居然 里面有这个经文出来 我就赶快把它找出来 找出这一段来 你知道我心里的感动是什么吗 我就觉得说 天父爸爸很爱我们 因为我跟佩颖姐 信耶稣的 他高山信耶稣 那我是从小的背景 但是也是高中受洗 就是被更新 我觉得在我们家 我们两个当时遇到的时候 就是两个人都够充了 你知道听什么意思 因为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是很严厉的 很有那种暴力倾向 所以他是受辖制里面 信耶稣出来的 我给你们看照片好了 比较好玩 你知道我国中的时候 是国中的毕业纪念册 他们说你是卖书桌的 要不要买一张书桌 先生买一张吧 因为他们觉得我很像书呆子 这样就帮我画这个 你们没有看到中间那一幅吗 他说我是卖桌子的 因为那时候我脸色都苍白 没有血色 然后呢 这个很瘦瘦干干的 那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所以呢 佩颖姐遇到我 因为他爸爸是情绪非常掌控的 那我就比较斯文这样 书眷气 就很喜欢 我看到他 也是 好 我给你们看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真的 结婚的时候 你看我们两个 不是不是 我不是要赛恩爱 我是要你们仔细看 不是不是 我是要你们看 我是要你们看 你们有觉得我们很瘦 不是不是 没有什么露 很惨白 你听懂我讲什么吗 我们那时候真的两个人都是 就是说 有一点受伤的 那鼻子那个接纳 然后在一起 我给你们看现在的样子 你就知道了啦 两年前的 你有没有觉得脸变得比较 白白胖胖 比较喜乐 比较自信 比较阳光 我希望你听懂我的意思 我们现在老很多年 可是我觉得我恢复得比较健康了 你听懂我讲什么吗 跟刚刚的照片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两个当时都觉得是 其实我们是很受伤的 在那个时候 可是呢 我其实我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说 天父爸爸 你知道 佩颖她也是从她爸爸 那个环境里面 你把她带出来信主 改变她的个性 那我那时候 其实我也是很内向 很木讷 那你一步步把我们带到这样子 你知道 就是感觉到 你不仅拯救我们 那还引导我们出来服侍 读神学院 现在我们觉得越来越喜乐 越来越健康 听懂我讲的意思吗 我那时候是感觉到这样 不仅是这样 你还给我们今天这个房子 主耶稣啊 你知道我跟天父讲什么 这20年来 其实我们搬了六七次 也没有关系啊 我们租房子 我们骑着摩托车 两个人去倒垃圾 也很习惯啊 那停车子 停了一个小时 40分钟 找不到 但是呢 我们觉得这样也是OK啊 这样的日子 也都可以服侍你很喜乐 但是你居然 给我们一个新的房子 叫我们可以住在这个地方 我们享受天父的恩宠 天父爸爸 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我现在你听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那天就把这些经文打出来 你知道我跪在地上祷告 你知道吗 我突然间要出门之前 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动 就是大卫那个祷告 我就把它找出来 然后我就一路上在想 我刚刚讲的事情你知道吗 我就跪在地上 跟上帝说 你为什么这么恩待我 我可以在11楼常常看101祷告 我不知道你听懂我意思吗 我就是这样在地上 然后我就觉得 我是何等人 我们家也不知道 他家也是这样 你却把我们呼召出来 那我就觉得很深的感恩 在我里面 所以弟弟妹妹 每一天你要去扩充 对上帝的认识 那你知道我们现在家 这两个月 我们招待了很多小组 不同的传导人 然后我至少十几个单位 来来住进去 来来住住小孩大人 跨年那天还有20个 还有小朋友 那有的 那你知道吗 你招待人的时候 要不要整理 要不要准备东西 要不要有时候东西 你也会怕小朋友 会把它弄坏 对不对 所以也会花时间 可是我刚刚的一件神迹 居然东西越来越多 意思就是说 本来我们想说 客人来是不是要买东西 来请他吃 结果因为有些弟兄姐妹 也会带东西来 结果我们就越来越多 然后我们用这个东西 给下一个客人吃 结果他们就带东西来 你知道经过十几个单位 我们家东西越装越多 越装越多 越来越多 我就想到 你们有听过 五饼鳄鱼的故事 东西拿出来 每个人都去分 一直吃 吃到最后 零碎收拾起来 还有多少 12个篮子 怎么还有12个篮子呢 我就 我这两个月 就感觉到 怎么会越给越多 越给越多 结果 哇 这个 非常的神奇 所以呢 弟弟妹妹 你们有没有听过 幸福小组 传福音 要不要花时间 要不要花心力 要不要花钱 可是如果你愿意 经历五饼鳄鱼的神迹的话 你会愿意去关心 旁边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你会想要 大麦饼 拿出来给上帝用 阿们 你会发现 大家怎么吃一次 还会剩很多 这是 这是很奇妙的事情 所以我感谢上帝 我讲这些事 那 感恩要用练习的 有些事情不用练习 比如这样子 这样就不用练习 我前三个礼拜 我发现 12345 五个字完全一样 后面一个不一样 后面两个字又一样 差一个字就全部一样了 那这样子大概是四千块 五个字一样是四千块 你要是遇到这样 你要不要练习感恩 不用 因为这个你一定会感恩 你会很感恩 一定会感恩 可是不是每一天你都觉得会抽中统一发票 你就要练习 2015年加州伯克拉大学 他们有做一个实验 我跟妳讲 十个礼拜 他们分三组 有一组 每一天你都记录一些感恩的事 你们有没有写日记的习惯 就说你就去 要不然你就睡觉前 你想一下今天又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想几件感恩的事情 睡觉前 另外一组呢 每天睡觉前都想什么 倒霉的事 很讨厌的事情 负面的事 第三组是怎么样 没有特别 就是说流水涨 有好的有不好的 有好的有不好的 反正你都想 结果经过三个月 你知道他们调查这三组的人 居然那个很感恩的那一组 他们会感觉到乐观 而且活动力健康 就显于高于其他两组 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 他们那个研究报告显示 对身体的睡眠品质 减低焦虑跟忧郁 降低心脏疾病等等都有影响 你们相信吗 你看这都有科学报道 你知道脑神经科学发现 感恩可以改变大脑的回路 有没有发现 好 现在你跟你旁边人 讲这个礼拜一个感谢的事 就现在开始 两个两个一组 你跟他讲感谢神的一件事情 等一下换他 两个两个一组 现在练习感恩 有没有发现 对我来讲的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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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事就可以了 然后你讲完换隔壁那个人讲 讲另外一件事情 轮流讲一个感恩 感谢上帝的事 好 有没有都讲了 有吗 有 感谢 感谢 这很重要 跟那个弟弟妹妹讲一件事情 懂得感恩的人 会更快乐 而且人际关系更好 你相信吗 更好 然后呢 如果你把每件事情 都当作理所当然的 那你还没有太长大 如果你觉得每一件事情 都是应该的 你没有带着感恩的心 那还是一个小屁孩 还没有长大 所以呢 我们都来学习 我跟佩玲姐是这样学习 每一个礼拜 因为我们有一次是 一直吃晚餐 约会的时间 那我们都会先进行一个 轮流讲感恩的事 还有赞美对方的事 那这样会好几轮 一 二 三 四 换你讲 换我讲 看谁一直 就一直讲 大概会有五回到八回 应该是不会说想不到 反正就一直这样下去 就会有平均一个礼拜 会有至少一次的练习 我跟你们再讲一个秘诀好了 来来 注意听 一个小秘诀 如果你觉得很闷 怎么感谢都没什么 想到感谢 压力太大 你到外面去看大自然 因为我曾经做过这件事 你去看大自然 你去看天空的那些 你知道树木 你去观赏那个花 飞鸟的变化 你知道吗 你只要坐了三十分钟 一个小时 你的心里 你就会赞美上帝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圣经上有讲 我讲真的 圣经上说 不要忧虑吃什么 穿什么 你只要到外面去看天上的什么 飞鸟 因为它也不重不收 天父都照顾它了 那它叫我们去看野地的什么 百合花 它身上的美丽 比所罗门王的衣裳还漂亮 对不对 所以我讲真的 你们如果觉得很难感恩 压力很大 你到大自然看看那个动物 或是那植物 飞鸟 你只要坐个半小时 一小时 你的心会很赞叹 上帝居然照顾他们 照顾得这么好 这么棒 你心里就会感恩了 还有一个点 小撇步 你慢慢发现 你不能太掌控事情 一定要照你的想法做就对了 你一定要想照着你的预计 不是今天选举 反正你就是说 交给上帝就对了 你太掌控每件事 要按照你的进度 你的预期达标到什么样 你不容易感恩 不容易快乐 你要相信上帝 他会带领整个的发展 这是第一个 你一直学习操练感恩 你的灵命会不断的进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不断在悔改中成长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其实你的长大成人 不一定是读很多圣经 圣经还是要读 不是不要读 我的意思是说 不一定是我们知识上吸收的 就是背很多 背很多 我们的灵命就会一直成长 而是让圣灵在我们的 遇到的事情 跟人的互动里面 去扩张 我们觉得 我没有办法 但是我还是愿意靠着圣灵 我要学习 我要突破 那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很重要的一件事叫做悔改 你可能觉得 什么叫悔改 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 心思的转变 那心意更新而变化 这种转化呢 常常被翻译成悔改 所以耶稣 出来传道的时候 他圣经常常讲这件事 叫做悔改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日期满了 上帝的国 敬了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所以上帝的国 接近的时候 我们就要悔改 改变像他 可是我跟大家讲一件事 就是悔改 我们可能会想到 就是信耶稣吧 我以前不信主 现在信耶稣 所以你要悔改 相信耶稣 是没有错 但是不是只有 那一天受洗的时候 叫悔改 而是每一天都怎么样 要悔改 在你一辈子 基督徒的成长过程当中 每一天都要心思 意念的转变 都要回转向耶稣 那这个不容易 为什么 我跟大家讲 因为你 你其实 怎么讲 这个世界人家都会 彼此都会互相受伤害 很容易被划刺伤 对不对 我很容易感觉到挫败 挫折 那我怎么想把我的生命 打开来 说什么转化 心思意念改变 我怕怕的 我怎么敢向世界敞开来 我尽量保护好 我刚刚看那个 敬拜的时候 意涵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 心中都有个隐藏的秘密 可能你不想让人家知道 你看我都有听到 对 就是这个 所以你怎么可能会 把你的不好的 让人家知道 对 因为你会觉得很丢脸 干嘛跟别人讲 可是呢 这件事就是我们 你会不断进步的 最重要的key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好 我讲一件事好了 有一件俗语讲说 一招被蛇咬 怎么样 十年怕吵神 对 那以后你看到神子 你就很害怕 它会不会是蛇 对 可是你知道 有没有可能有人 一招被蛇咬 不乱牵托 是绳子的问题 然后呢 不仅不怕蛇 也不讨厌蛇 还专心研究蛇 蛇的种类 然后想办法能够跟它 面对蛇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一般被蛇咬的时候 我就会怎样 最好都怎样 远一点 以后我 我只要看到神子 都很像蛇 对 可是你知道一件事 今天就是说 你被人家指责的时候 我一般就是觉得 我疯起来 不要受伤害 你听懂我意思吗 可是如果你敢勇敢面对 你生命 你怎么会有不好的地方 我不要怕怕 我还要勇敢让人家知道 我还要去面对说 是不是主啊 我真的有那个问题啊 你不怕蛇 你还去研究蛇 你还想说 我为什么会怕那只蛇呢 那明明是神子啊 你愿意把你的生命打开来 很勇敢的一直去面对 这就是一种心思意念的改变 就是一个悔改 这是一个基督徒 会成长得很重要的 就是真实敞开 不断地愿意改变的力量 阿们 好 真的 真的是很宝贵 因为我自己也在当中 很难 你知道 你们有时候会不会讲一句话说 这样哥你不要再讲了 我的个性永远是这样 不可能改变 你不要再说了 我的个性从小就是这样 如果讲这样的话 真的就 真的很难改变 其实我们能够改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刚才敬拜的时候也是唱到这关键 是什么原因 因为上帝对我们的什么 爱 上帝爱我们 使我们可以接纳我们自己的什么 软弱 我的缺陷 我在爱中 我可以接纳 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 我是有错误的人 所以上帝的爱 接纳我 我可以去勇敢改变 去面对 这是一个很重要 基督徒可以不断地愿意学习改变的力量 就是你要不断地经历到 耶稣爱我 没有关系 那我就想到 这样的东西 是 等一下 不是和好的部分 是那个什么 好 就是这个呼召 悔改的呼召 不是 对某些特别不好的人 而是每个基督徒的呼召 不管你现在是 是在哪个年纪 你在什么地位 比如志强哥是 现在是教会的负责牧师 那或是你是招待同工 你是公司里面的总经理 还是你是职员 上帝都呼召每个人 我们在圣灵里面 不断地悔改 更新 拥抱我们的错误 迈向成熟 那这是很宝贵的 去年底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说 牧师啊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说什么事 我想找你做个忏悔祷告 你有没有听过这种事 我听到他找我做忏悔祷告 你们知道以前天主教 有那种告诫 我们现在好像没有那个房子 有个小房间 然后他进来要跟神父还是 那我听得很惊讶 不过我还是要他 那其实他找我之后就是说到他自己 因为那时候喝酒啊 然后就跟人家打架就对了 那现在有个官司 他想跟我告诫 就是忏悔祷告 那我也帮助他去面对生命的问题 那我觉得上帝让我们勇敢 可以去面对我们不好的地方 这个上帝的爱是关键 我很快地讲个见证 我小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卖书桌嘛 你看到很木讷的了 很木讷 个性就是很宅就对了 没有什么朋友 结果参加小瑞士战斗营 就是那个救国团 你们知道以前有那种 那种跨校的 跨校的那种营队 六天五夜 那我去参加那个小瑞士战斗营的时候 都是外校的学生 我又不太熟 我个性就很宅嘛 那我抱到那个之后 大家在聊天 打屁 然后有时候讲一些追女孩子的事情 那我就听了听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融入在当中 我就回到帐篷 我记得那时候六点多 想说这么早 难道我就要先睡觉了吗 然后就再出去好了 然后又到另外一个group 跟他们聊 我就会聊一聊 我都搭不上 觉得很羞愧 我觉得好尴尬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聊天 又回到帐篷 六点四十 真的是太早了 我难道现在要睡又睡不着 你知道我就这样来来回回 好久哦 你都不知道 真的我就是这样 那时候在高一的时候 所以你知道 到后来 耶稣怎么帮助我的 耶稣帮助我 怎么改变这个个性 就是因为他告诉我说 你不要走 你继续在那个地方 你就去听就好了 也不用离开 觉得很尴尬很丢脸 你就是听 然后他的故事听进来之后 我到别的地方 再把听到的故事 再讲给别人听 然后慢慢我有我的故事 我再加上我的故事 别人的故事进来 我再听别人的经验 我不知道你听懂我的意思 但是他只告诉我一件事情 不要怕 你就是不要离开就对了 他就跟我讲 不要怕 你不要离开 我就这样子都没有闪 就是慢慢慢慢的 我觉得我能够把别人的世界 慢慢的流到我生命里面 我也慢慢丰富了 我的很多经验 我要讲的是说 一路上是 我需要很勇敢面对我的不足 上个礼拜 我礼拜三在这个地方 教会的有一个医治课 我们这边有二十几位同工 我在这边 因为他就要挑 挑人做示范 我其实也把我的那个 我自己的一些问题讲出来 其实 那个 他说你有没有在哪个部分 有情感上的那个 我说 我在跟圣灵的关系 有时候会觉得有隔一层 那个磨 那他说 那这个医治之后 你要不要把那个磨 奉主的名砍断 我说呢 这时候我看到 有一双眼睛 一直在看我 他是上帝的眼睛 专注在我身上的时候 那个磨就融化了 我说他好爱我 他一直在我身上 不断地定睛在我身上 对我很多的心意 那个隔阂就慢慢融化 我就把它分享出来 那童工们在当中 就能够 也能够很敞开地 去经历到 我分享的改变 弟弟妹妹 我跟大家讲 我们面对生命 可以很勇敢 是我们可以不断地 改变的一个key 我上礼拜 收到一个推荐函 叫我写的 因为他要去推荐 有时候要去高中 或是大学 都要写推荐信 对 那我有个亲戚 请我帮他写 因为是个教会学校 然后他说 我先写个版本给我 然后叫我改 就对了 结果我看了 那个版本怎么写 我念一第一句话 就好了 林叉叉是在同学 同才中难得一见的人才 为了能向贵校 郑重地推荐他 本人以下列出 他最令人赞赏的个性 特质以为参考 他就列出非常 丰功伟业 非常的优秀的地方 我立刻把它改一改 以我现在 我觉得不一定要看到 全部都是最top的 我觉得是一个人 他可以 我喜欢看到一个人 很真实的 有好的部分 跟不好的部分 然后他很诚实的 可以讲出 他弱的地方在哪里 他好的地方在哪里 然后他的 有兴趣的地方在哪里 他的发展在哪里 他的 就是那种 很需要去突破成长的 在哪里 我希望听懂我讲什么 而不是一个 全部都要把最好的 包装起来的那一面 我就把它改一改 好 那我说 其实我 我比较喜欢看到一个 很敞开 勇于 可以面对自己 不断成长的人 那 刚才有一张照片 给你们看 就是说我的同学 大家还知道 在慕藏领娘堂 我邀请了两位 我的直升班的同学 我不知道有些人知道吗 有一位是 这位是李军宜医师 他是马接的 心脏外科医生 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是以刀一心 你们知道我以为 我前年 应该是前年 有邀他来 2018 2018的时候 这个是马接的 心脏外科主任 那2019年 邀了一位法官 最高法院的法官 有没有印象 那两个都是 严平中学的同学 都很优秀的 但是你知道吗 他们两个都讲了一句话 你们注意听 他们都讲了一句话 最后都讲了一句话 那个医生讲什么 我觉得今天站在台上 我觉得比我拿手术刀 开心脏我还紧张 而且我觉得很害怕 因为我要在300个人面前 把我里面不好的那个东西 他心里面的成长历程 要讲给这么多人听 他觉得还蛮恐惧的 比他拿外科手术开心脏 他也是 他是一个法官 你知道吗 他都在判案的 开庭的 他说我站在台上讲这个故事 比我在开庭审案子还 他也好紧张 因为我都是在定别人错误的 你哪里犯罪的 今天他是在讲 他自己哪里不好了 你知道吗 他在讲他自己 里面哪里不好的 他说对他来讲 除非要很大的勇气 要不然他不太敢讲 自己不好的地方 那所以呢 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 我想跟大家弟弟妹妹分享 就是我们不怕 有错 但是我们愿意不断的勇敢面对 去改变 阿们 好 那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什么是和好的工作 好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请 我为主 贯买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好 以弗所书这一段 讲到保罗把上帝的很多 很好的品性列出来 但是谦虚 温柔 忍耐 忍耐 爱心 互相宽容 用和平 彼此联络 而且呢 圣父 圣子 圣灵都是一 本来就是一 基督徒更应该 竭力 保守 圣灵 所赐什么 和为的心 这里要用七个一 来告诉我们 一个一 和一的重要 所以呢 我觉得 神的儿女 上帝特别把这个 和一的 恩赐 赐给我们 因为上帝已经透过耶稣基督 来使教会 带来和好 那所以呢 我觉得上帝 渴望我们 在学业上 不仅我们要 往更加优秀 工作上更加杰出 他其实给我们一个 calling 一个使命 就要使人 跟神和好 而且也成就和睦 在你所在的班上 或是工作上 阿们 你知道就是有一个 和好的呼召 是很重要的 除了证明我们自己 很强 除了证明自己 很棒之外 有一个呼召 是和好的使命感 不论上帝把你 摆在一个社区 摆在一个班级里面 摆在一个校园里面 摆在一个 你工作的职场 上帝都呼召 我们能够在 这个世代里面 成为一个 和平的 使者 不是只有 只有单单工作 然后呢 你想到就是 这个老板很坏 这个老师很不好 还是 这个同学很白目 这个同事很白目 这个鬼制度 这个学校 还有什么 这个风气 怎么这么差 可是呢 你如果真正 你有这个和好的呼召 你会发现呢 你真正的老板 你真正的校长是谁 你知道吗 是上帝哦 你会发现真正呼召你 在学校 在工作里面的 是一个充满怜悯 慈爱 真正一个公益的大老板 那我们参与在 他与万物和好的呼召里面 他呼召我们 跟他一起同工就对了 一起在与人和好的工作上 与万物和好的工作 那所以我常常讲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 Tikhan Olem 这个字 以色列 他们很关键的一个字 你一定要学好 他讲的就是修补世界 每一个人出生 一定有一个使命 是在跟这个 使这个地球 能够修复有关 Repairing the world 不管是在生物上 生物上 环境里面 地球资源里面 修复这个地球生态 或者是 跟人 人性 心灵里面的修复 更健康 更跟神和好 上帝都给我们 有这方面的呼召 所以每个 以色列的小朋友 从小他们就被教育 知道说 他们一定会 找到一个 这方面的mission 每个人都不同 但每个人会去找到一个 所以他如果研究出一个什么 一个 这个 滴灌法 他不会只有让以色列用 他会把它行销到 国外去 让别的国家也可以有水可以用 他们都是带着这种发明 在新创的东西 好 那所以我们看怎么应用 哎呀 我们的心庭 对不对 我看得很感动 有没有看到 你看 我们给新庭鼓励一下 好 来来来 哇 你看 你看 他就是实践这个什么 这个大地 有没有 因为澳洲在大火嘛 对不对 他鼓励大家捐款 对不对 好 来救救 救救什么 五尾熊 好多五尾熊 他被火烧了 需要 需要经费去复原 好 那我们能做什么呢 那其实新庭他这个心就是 就是这个 repairing the world 跟这个和好的使命 有没有关 有关啦 关好就带大家为这个祷告 你知道 为什么我说我很感动 我今天还没讲过 就听到他们做这个事情 我就觉得 哇 我们的青虫这么优秀 哇 这人 跟着在关怀这个受伤的 这个地球 就是这样的爱心 这就是一个和好的使命 不单只顾自己的事情 不单只是功课 我课业 我期末考 他们也有他们的工作啊 也有他们的期末考 可是他们还会想到 澳洲的森林 澳洲的五尾熊 我们再为他们鼓励一下 好不好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个基督的爱 超越我们自己个人的 那个需要 你来让大地的跟神和好 还有你同学当中 有人特别受伤 需要关怀 你可以过去 把耶稣的爱传给他 使他跟神和好 传福音跟需要的朋友 也是 那我觉得这很棒 那我自己呢 其实 我自己的成长历程当中呢 我小时候说实在就比较冷漠 我只要亲戚家 在吃饭的时候 我都拿着课本去 人家在一桌一桌 跟亲戚在聊天 我居然在那边 办多的时候 我下面还 还会带我自己的东西 想要花时间来看 就是一个很宅的人 可是我长大之后 上帝改变我 我现在呢 就是说 那个尽量 来看怎么样 让我们的 你知道什么叫凌家代家 我自己叫代家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佩颖姐家什么 凌家 然后我妈妈那边叫李家 好 我现在跟他们接触 那个风云姐知道 我们跨年 我们还两个人设计了一个什么 跨年31号的时候 我们让大家聚集的时候呢 玩一个五个爱的语言的一个游戏 我们就勇敢地把它提出来 每一家四个人靠着背 然后呢 我请他们把这个肯定的言语 这个精心的时刻 这个服务的行动 身体的接触 跟特别的礼物 选号码出来 然后就是同一个家里去拆 然后玩这个游戏 让我们勇敢地带大家玩 大家总算还愿意玩 而且玩得很开心 因为以前我岳父在的时候 他都带大家是打麻将 还有呢 就玩扑克牌 然后压钱 大家就是过年 或是不是过年 其实不是过年 任何时候接触的时候都是这样 可是我们现在很勇敢地 把这个文化带到林家 我看他们接受还算不错 感谢主 所以呢 现在只要 我的亲戚有时候生病啊 什么他们都会跟我讲 当然一方面我是牧师 但是就是说 我都还是会有一点时候 都要去关心一些 我的亲戚这样 所以呢 上帝在改变我们 除了我们自己的事情之外 我相信上帝也会帮助你们 更多的跨出去 那另外呢 我们这个大楼是新大楼嘛 有81个住户 我在电梯里面 只要碰到人 我都会跟他打招呼 他们都以为我是管委会的人 还会 因为我一直想认识每一个人嘛 我都会一直在背那个 邻居的名字 然后呢 看到每个人 电梯里我都会跟他打招呼 一直跟他 哈啰 他们都在想 我应该是管委会的 还是什么 其实不是 后来他们慢慢都 有些人就知道我是牧师了 然后我们隔壁那个人 有一次碰到我 他可能已经知道我是牧师了 他就一股脑了 把他自己的需要都讲出来 我都还没问他 他就说他在动物园里面工作 上班 他先生怎么样 他只有跟一个女儿住 什么什么 所以我就会想说 如果上帝允许的话 我能有机会可以服务 关心这个大楼的人 进一步 如果能成立幸福小组该多好 那我就把它放在心中 我还不知道 可是神要我们继续的能够开展出去 文山区我当联导会主席好几年 其实就是要花时间 而且要付钱 坦白讲都要出力 你还记得杨徐如牧师这边的特会吗 在这边 8月3号 可是你知道这是一个联合办的聚会 可是问大家谁要当招待谁 他们全部都不要 那就是我们全部做 就他们来就好了 你听懂为什么 其实办一个联合的聚会 我想说他们可能很辛苦 不然我们就承担下来 从头到尾 从报名到最后 全部都是我们的团队做 文山友爱园友会 我们也承担了一半以上的工作 因为我想你要服务的话 大概要出力 出钱都要多一点 可是我真的太累了 我今天说我要安息一年 结果感谢主委 我既然退下来之后 有一个牧师 博大尼的牧师 他说他可以接 我就觉得上帝好爱我 当我休息的时候 马上有人愿意来承担 那我相信在和好的使命上 我们都能够有精力 好 那其他我讲不讲了啦 反正就是我觉得 你如果要让同学吵架的时候 能够和好 你要让不同的人吵架能够和好 你一定要倾听 你要能够对话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就说刚才我很感动 因为灌好还带我们为什么 全局祷告 因为等一下选完之后 一定有很大的冲撞 因为一定有几家欢乐 几家愁 但选后怎么样能够和睦 大家都在一条船上面 一起往前走 这才是最重要的 求神使用我们 不管把你放在哪个班级里面 放在哪个公司里面 哪个家庭当中 让我们都成为和平的使者 阿们 和平的使者 是神呼召我们的 好我们复习一下 今天哪三个重点 好 连结云端的学习人生 就是你要不断的进步进步 你的属灵要不断的提升 有三个 我真的觉得是很关键的点 那三个呢 第一个什么 看到恩典处处在 第二个 以悔改为学习的动力 第三个 成就和好的使命 好 弟弟妹妹 我想我也还在不断的体验 我也不断的在过程当中 但是呢 如果你们那么年轻的时候 就开始经历这三件事情的话 绝对你会不断的跟耶稣更加的亲近 更多认识耶稣 也成长的更有他成熟的生命 阿们 好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想我们最后一起来祷告 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好 我们请敬拜团 到前面来 我们不是特别好 所以上帝选择我们 就是一个愿意抓住耶稣的心 求主给我们一个勇敢 不要害羞 就是我们即使不好 耶稣乐意帮助我们 不断的改变我们 就怕我们不愿意敞开我们的生命 就永远没有机会进步 只要我们愿意不断的承认 主啊 我需要转向 我要突破 上帝就不断的会拉着我们的手 越来越靠近他 我们会经历到恩典 永远够我们用 而且有一生之中 神的恩典会引导我们 经历到上帝的道路是 何等的丰盛 何等的奇妙 好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好不好 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们站起来唱这首歌 主 求你保守我的心 我的一念 使我能够尊心你之一 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 走路上的光 成为我将前提灯 主 求你坚固 我信心 我的力量 是我的勇敢向前行 因我 直到有时我仍会软弱 求你带领我 使我不会再退缩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 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 使我的生命能够展现你荣耀 弟弟妹妹 真的这个信仰非常非常的宝贵 你知道我现在最喜欢讲的是我卖书桌的故事 而不是我数学常常拿到学义进士奖状的事情 因为我真的觉得卖书桌 让我感觉到耶稣非常非常的爱我 耶稣非常的非常的慈祥 非常的特别 因为他把我从这样的一个低谷里面 把我拉拔起来 让我可以这样子的来勇敢的跟随他 他还使用我可以有机会分享他的恩典 我就觉得这件事是最令我感动的地方 弟弟妹妹 我们都人生可能我们个性里面会有一些 你觉得很害怕不想让人家知道的事情 或是你觉得可能很羞愧 你好希望把它盖起来 但是呢 上帝的爱说 我以无条件的爱接纳我们 他要使我们的软弱可以变成刚强 在耶稣的里面永远成为可能 只要我们愿意来依靠他的恩典 上帝要使我们成为一个进一步 可以成为使人与神和好的器皿 好不好 这时候你来为自己祷告 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 来为自己祷告 你把你自己最软弱的那一块交在主的面前 主啊 求你帮助我 你把你最软弱的那一块交到主的面前 祂要来光照你 祂要不断地改变你 使你来认识祂 不断地在祂里面可以成长 哈利路亚 主我们谢谢你 主我们赞美你 哈利路亚 主我们赞美你 赞美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谢谢你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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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我们谢谢你 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软弱 交在你的手中 你来就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你来就是为我定在十字架上 我们感谢你的爱何等的奇妙 谢谢你 当我们愿意把自己再次的 交在你手中的时候 主耶稣 你把我们的心在你的里头 跟你完全的融合 带出一个圣灵的柔软 谦卑的心灵的样式 在我们里面可以 因着爱你 你要使我们不断的改变 勇敢的不断改变 我相信在里面 我们会越来越体会你的心意 一生跟随你的心意往前走 你来祝福我们弟弟妹妹 一生当中将来爱你 跟随你 认识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好 这时候我们要来圣餐 好 我们请我们同工 好不好 来把这个 一起透过耶稣基督的 这个圣餐的仪式 来纪念他为我们死 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页 他拿起饼来注谢 剥开 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每逢吃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好 我们每一个人拿到了之后 等到最后一个人拿到 好 等待最后一个人拿到 若是你还没有受洗 你可以先不领用 那这段时间呢 你可以有一点点安静 然后求主耶稣光照 你也没有得罪人 得罪上帝的事情 你就在里面跟主悔改 求他来赦免我们 因为我们是在圣洁的生命里面 来领用主的病 谢谢你 主啊 你成为我们的生命 你成为我们的供应 我们不足的地方 你乐意来喂养我们 你是我们的好牧人 好 我们一起来 恭敬地领用主的饼 饭后主耶稣照样拿起这杯 说 这是用我的学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是表明主耶稣的死 只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 我们的成长 不是用金银那种会坏的东西来换取 那是用耶稣的保血 把我们的罪物不断地洗净 所以每一次我们被光照 我们悔改的时候 那个改变就发生 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悔改在主的 慈祥的光里面 我们的生命就可以转化 圣灵在我们当中 要继续不断地帮助我们 知道哪个地方做错了 哪个地方需要回转 所以我们体贴圣灵 在每天的生活里面 我们愿意邀请祂 宝贵祂 在每一个决定的地方 都能够与我们同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我们存着恭敬你的心 一起来领用主的杯 好 我们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你真是非常非常的爱我们 透过耶稣的定时支架 你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 并且你还把圣灵放在我们的里头 每一天与我们同在 我们去上班 工作 我们去学校 读书的时候 圣灵都与我们亲密的同行 谢谢你 你要帮助我们越来越爱上帝 越来越在你光中 心意更新而变化 越来越经历到你的恩典 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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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地引导我们 跟主更加的亲密同行 我们谢谢你 祝福我们 我们等一下小祖的时间 我们在家里的时间 在校园中的时间 都可以这样的感受到你的同在 而且与你同行 谢谢你听孩子的祷告 祝福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好 我们要进入小祖 但进入小祖之前 风姐讲一句话 就是今天不论谁选去赢的时候 我刚在聚会当中的时候 会觉得我自己很喜乐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是在耶稣